老人和猴子 从前一个老人去山下卖帽子 中午天很热 他戴上帽子在树下休息 几只猴子来了 他们学老人也戴上帽子 他们很高兴 又叫又跳 把老人吵醒了 老人大叫 帽子是我的 给我 猴子们也张开嘴巴 大叫 还爬上了树 老人也爬上树 可是猴子们又跳到了地上 老人下来了 猴子们又爬上树 他们笑了 老人很生气 伸出手 猴子们也伸出手 老人拍拍头 猴子们也拍拍头 老人知道怎么做了 他把帽子放在地上 猴子们也学他 放下帽子 老人笑了 老人拿走帽子 说 猴子就是猴子啊 延伸越读 井里的青蛙 一只青蛙住在井里 每天他在井里跳上跳下 在水中游来游去 觉得很高兴 但是他没有朋友 一天 他看见一只大海龟 他对海龟说 海龟 你来我这儿住吧 我这里又大又舒服 从这里看天 天很漂亮 海龟听了 也觉得井里有意思 想下去看看 但是他伸进左脚 右脚就进不去了 井太小了 他对青蛙说 谢谢你 但是井太小了 我还是喜欢大海 你去看看大海吧 大海有多大 青蛙问 海龟告诉他 大海是什么样子 青蛙才知道 外面的世界很大 他没有去过的地方 太多了 我看来在这儿 老闆